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棒球真的是 臺灣各界這兩天最熱門的話題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吳東亮 今天在早餐會上表示 臺灣企業界也會以Team Taiwan的精神 跟政府齊心合作 發揮臺灣上湧的實力 而行政長卓榮泰也參加了 這場早餐會 對於工商界最關心的電力問題 他除了強調供電無餘 也重申政府對新核能技術 抱持開放的態度 行政院長卓榮泰上任後 第一次參加工商協進會早餐會 聆聽產業禁言 對於國內薪資結構 卓榮泰向企業喊話 期盼能照顧員工 明年軍工家人員會調薪 我也誠懇的需要拜託 我們在民間的各位產業 也能夠增加對勞工朋友的福利跟照顧 我想鼓勵他們 他們就會做更好的成績 我們的加薪福度都不少於3% 公司賺了錢跟員工分享 這是應該的事情 我們絕對支持 有一些比較中小企業 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可能會有點落差 那這個是不是政府能夠有 有政策能夠來幫忙 工商協進會這次共提出 27項提案 74項具體建議 早餐會還延長半小時 才結束討論 對於企業關注的用電問題 行政院長竹榮泰表示 2030年前都不缺電 對於新的核能技術會採開放態度 參與討論 吳東亮表示 這是他以前沒有聽過的 但吳東亮也坦言 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即將上任 將為全球經濟地緣政治 增添不確定因素 不過民進黨政府 過去曾和川普政府打過交道 相信未來如果有變數 政府都能做最快最好的因應 至於美國企業是否還會持續依賴台灣半導體 吳東亮提出看法 針對早餐會內容 吳東亮表示很成功 也能感受到政府的誠意 更列舉這次中華隊在十二強棒球賽的獨冠精神 喊話工商界也能發揮台灣雄用的精神 和政府合作實現經濟日不落國的願景 記者緣此郭君臨台報導 川普當時美國總統被視為全球經濟的一大變數 星期一他在社群媒體宣布上任之後 要針對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的商品 全面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 中國商品則是在現有的基礎上 再另外加徵百分之十 而在另一方面 特別檢察官先前起訴川普的兩個案件 在他當選總統之後 現在已經確定被撤銷 美國後任總統川普二十五號 在社群媒體發文 揚言上任第一天 就要對鄰國加拿大 墨西哥 進口美國的商品 克徵百分之二十五關稅 另一則貼文指出 要對中國商品額外加徵百分之十關稅 幅度比先前揚言的要小 不過目前中國商品進口關稅 基本都從百分之二十五起跳 電動車等特定商品關稅 甚至高達百分之百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回應 貿易戰或關稅戰都不會有贏家 川普在貼文中指責大量非法移民 通過墨西哥跟加拿大湧入美國 帶來空前的犯罪與分坦泥 鴉片類毒品問題 還譴責中國食言而肥 承諾防止國內分坦泥外流 卻跳票因此對這三國的關稅措施 將持續到問題解決為止 中國墨西哥與加拿大是美國進口商品的 前三大來源國 川普此舉等同推翻二零二零年自己第一任內 達成的美墨加貿易協定 不但會重創加墨出口 美國產業也會受傷 同時造成美中貿易進一步惡化 引發通膨 招致報復 打亂供應鏈 消息一出美元應聲上漲 加元跟墨西哥批索以及人民幣都重挫 而川普多起官司纏身 也在當選之後順利過關 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 宣布放棄對川普首次總統任期結束後 不當處理機密文件案的上訴 至於川普被控意圖推翻二零二零年大選結果的案子 法官也在史密斯要求下同意撤銷 史密斯說不追究這兩案是依據美國司法部不起訴在任總統的長年政策 但尋求以不損及利益的方式撤銷 保留了川普卸任後重新起訴的可能性 川普團隊表示這是法治的重大勝利 川普在選前有四大官司 包括支付驗薪封口費的篡改商業紀錄案已經被判有罪 但勝選後量刑的宣判無限期延後 另外二零二零年試圖教唆推翻喬治亞州選舉結果案 目前仍在喬治亞州的法院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 現在好像很多國家的民意調查都不太準 羅馬尼亞星期天的總統大選也大爆冷門 選前民調支持度只有百分之五的親俄羅斯候選人 在第一輪投票取得領先 將跟排名第二的另外一位反對黨領袖進入決選 反而是執政黨的候選人提前出局 很多大學生聽到消息之後走上街頭抗議 擔心羅馬尼亞會重新倒向俄羅斯 群情激憤的羅馬尼亞大學生 二十五號齊聚首都布加勒斯特街頭 高舉標語 高喊口號 拒絕讓喬治斯庫當總統 因為這位極右派親俄羅斯的候選人跌破眾人眼鏡 選前支持率只在百分之五左右 卻在總統大選首輪投票拿下百分之二十二點九五的選票取得領先 中間偏右候選人拉斯科尼以百分之十九點一七的得票率緊追在後 現任左派總理喬拉庫則落據第三只獲得百分之十九點一五的選票 民眾擔心 喬治斯庫如果在第二輪投票勝出 將改變羅馬尼亞未來的走向 羅馬尼亞二戰時期被蘇聯攻占 曾建立蘇聯式共產政權 直到一九八九年爆發革命 才開始走向西方民主化 後來陸續加入北約和歐盟 烏俄戰爭爆發後 與烏克蘭有長達650公里邊界的羅馬尼亞力挺烏克蘭 除了協助出口股物 也提供軍事援助 不過現年62歲的喬治斯庫主張停止對吳軍援 並與俄羅斯發展關係 羅馬尼亞是歐盟中面臨貧窮風險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生活成本飆升是這次選戰的主要交易 羅馬尼亞是歐盟中面臨貧窮風險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生活成本飆升是這次選戰的主要交易 喬治斯庫趁虛而入 除了透過抖音和YouTube平臺 鼓吹家庭與傳統價值 打造自己擅長運動的形象 高唱保護主義的風格 也與重返白宮的川普類似 歐盟近來極右派正當有崛起的趨勢 羅馬尼亞會不會是下一個向右轉的國家 12月8號將會揭曉 公視新聞的惠明編譯 在東南亞的菲律賓 選舉制度跟美國不一樣 政府總統是分開選舉 分別選出了小馬可士和薩拉特 但是這兩位正二代 因為利益分配等問題 關係決裂 薩拉特特日前公開宣稱 他已經找好殺手 一旦自己遭到暗殺 馬上就會去追殺總統夫婦 這段話真的是震驚國內外 小馬可士 在二十五號首度公開回應 表示薩拉的言論已經構成行責 不能夠縱容 副總統薩拉特特地威脅要暗殺總統小馬可士 低夫人莉莎 和眾議院議長羅穆德斯 也就是小馬可士 表親的一番話 讓菲律賓國安體系進入高度警戒狀態 軍警隨即提升總統四周的危安 司法部長也表示 將傳喚副總統進行調查 國家安全委員會指 已經將此視為國安問題 小馬可士 和獨特地是菲律賓兩大政治家族 2022年 分別在政府總統的選舉勝出 上臺沒多久 彼此便因為利益分配和對外立場分歧等問題 關係形同水火 杜特地今年六月辭去了教育部長 以及反叛亂機構負責人的職務 只保留副總統身份 羅穆德斯近期大幅削減副總統辦公室 三分之二的預算 更讓雙方矛盾進一步加劇 薩拉和他說話 口無遮攔 大炮型的父親 前總統羅德里格杜特地一樣 對馬可士家族不假辭色 指他們貪腐無能 對杜特地家族和支持者政治迫害 上個月他還向記者表示 與馬可士的關係極度惡化 他都已經想像過砍掉他的頭 菲律賓近四十年來發生過兩次人民革命 以及十多次失敗軍變 政府總統決略後軍方的立場也成了外界高度矚目的焦點 蔡孟總長布勞納二十五號在申軍總部參加升旗典禮時 提醒士兵保持專業忠義憲法而非個人 勿受政治事件左右 公視新聞王滬兵議 另外一件跟重量級政治人物有關的案子 是南韓最大在野黨的黨魁李在明被指控教唆位政 昨天一審宣判無罪 這項判決結果有利於李在明參加下一次總統大選 不過他還有另外幾件官司必須要面對 南韓最大在野黨黨魁李在明 涉入教唆委政罪一案 二十五日一審宣判 李在明獲判無罪 週二 中央地方法院表示 檢方提出的證據不足以支持指控 《真實和真心》律求法院議員 議員會感谢 《真實和真實》自在法官司不足以欣賞 今後 全國民的真正中心聲明是正確的 《真實和真實》自稱 法官司不足以欣賞 自立法官司不足以為一切之間 法官司不足以同 共存共共同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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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方在今年九月提起訴訟 主張李在明在另一起案件中 要求時任城南市市長秘書 為他作出有力的證詞 檢方向法院求刑三年 李在明是國會議員 也是進步派的共同民主黨領袖 他的政治立場中間偏左 曾經承諾實施全民基本收入 和全民基本貸款 這些政策加上直言不諱的說話風格 讓他成為韓國的政治明星 在二零二二年總統選舉中 僅以些微差距 敗給現任總統秉錫悅 星期一的無罪判決 被評論為李在明的一次勝利 不過他還有其他官司纏身 就在這個月十五號 法院宣判他違反公職選舉法 罪名成立 判刑一年 緩刑兩年 李在明表示還會提起上訴 此外還有地產開發 收索賄賂等指控 正在進行訴訟 李在明的支持者普遍認為 這些官司是韓國執政黨 國民力量 對付異己的政治審判 韓國法律規定 如果任何一案 終審被判處有期徒刑 李在明將失去國會議員資格 和被選舉權 也就不能參與二零二七年的 韓國總統大選 目前民調顯示 現任總統 尹錫悅的民調低迷 如果李在明參選 非常有可能獲勝 公視新聞由貝君編譯 換個氣氛要帶您看 但在世界棒球十二強賽奪冠的臺灣英雄們 今天下午在臺北市大遊行 接受群眾的歡呼 雖然天氣有點冷 還是不減球迷的熱情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臺灣一戰世界沈迷 反過後的英雄遊行 大家穿上了有臺灣字樣的帽T 在總教練曾豪居領軍下 隊員們掛著金牌 開心揮動國旗 從凱道公園路出發 家政部門在哪裡 尖叫聲 鐵捕林家鎮右手人包扎著 與臺灣隊長陳傑憲兩人同撤 讓夾到歡迎的粉絲們尖叫聲不斷 球員們還不忘拿起手機 記錄下這珍貴的一刻 此次棒球英雄臺灣雄用大遊行 球員二十八人到齊 另外包括教練團 勤搜人員 後勤團隊 啦啦隊 也一同共享榮耀 我們每家英雄谷 特別準備金色的彩花 因為他們拿到金牌 除了在館前路 英雄谷漫天飛舞的金色彩花 要慶祝臺灣隊奪冠之後 明錄更首拿國旗 以及聽臺灣應援請 甚至發揮雙翼 來迎接我們的臺灣英雄 我們自己製作的 他要多久時間做 昨天晚上 大概三四個小時 幫所有的臺灣英雄加油 結線 對 因為他這次的表現很亮眼 所以就有被他圈粉 特地穿陳傑仙的球衣來 陳傑仙你太棒了 超厲害了 我老實講其實一開始 完全不覺得可以進附賽 然後越打越好 突然覺得好像有點希望 如果大家是從這一次 開始看球的話 以後多多進場支持中華職棒 部分路段除了增設應援戰 現場民眾也一同高唱應援曲 臺灣洶湧把氣氛炒到最高點 為臺灣英雄喝采 記得旅學院陳鴻義 臺北報導 應該很多觀眾朋友不知道 十一月二十五號 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終職婦女 受報日 就在這一天 全國各地有幾萬名婦女 遊行示威 抗議性別暴力 而根據聯合國機構 公布的最新報告 去年全球有多達八萬五千 名女性死於謀殺 其中百分之六十是被配偶 或者家庭成員殺害 平均每天有一百四十人 也就是說每十分鐘 這個地球上 只有一個女人遭到家暴身亡 而其中情況最嚴重的地方 是在非洲 佔了這些被害者當中的四成 去年有兩萬一千人 被關係親密的熟人殺害 大批土耳其婦女上街示威 卻與鎮暴警察發聲推擠 十一月二十五號是聯合國 所訂定的國際終止婦女受報日 但土耳其政府 卻禁止他們遊行 並且設入帳阻止隊伍前進 根據土耳其女權組織統計 上個月至少有四十九名 土耳其婦女被殺害 直到今年十月為止 因為暴力事件 而死亡的婦女人數 至少有三百二十人 聯合國也在這天公布數據 二零二三年全球至少有八萬五千 名婦女被殺 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女性受害者 是被配偶或是家庭成員施暴 而且平均每十分鐘 就有一名婦女被親密伴侶 或是家人殺害 沒有一個國家例外 西班牙則有數千名婦女 在五十座城市裡遊行 他們身穿白色長袍 戴著白色面具 舉著標語 上面寫著二零二四年 被殺害婦女的姓名和年齡 這場遊行 除了譴責對女性的暴力 也抗議以哈衝突 全球約有數萬名婦女在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 走上街頭 智利婦女表示政府對於性別暴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而法國民眾則說要加強對施暴者的罪責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 以地區來講 非洲是受害者人數最多的地區 約有兩萬一千名婦女被殺 其次是美洲和大洋洲 分別是每十萬人有1.6人和1.5人 亞洲和歐洲的比例較低 公視新聞 沈陸培編譯 你對以上的新聞內容還記得多少呢 現在請批帥來出個題目 好的 去年全球遭到殺害的女性 有六成是屬人下毒手 其中又是以哪個地區的情況最嚴重 一 非洲 二 美洲 三 亞洲 想想看 答案是哪一個呢 這兩天有消息指出 以色列內閣即將批准跟黎巴嫩真主黨達成的停火協議 雙方渴望暫時休兵 希望這是和平的第一步 因為從今年九月以色列加強打擊真主黨以來 已經造成了三千多人死亡 一萬多人受傷 其中包括許多智林的兒童 在當地一家燒燙傷中心 病床只有九張 但是每天都有大量的傷患需要協助 孩子們就算存活下來 心裡的創傷也難以抹滅 現在我們就來看公視國際記者 來自黎巴嫩現場的報導 以色列以及黎巴嫩間的衝突 不斷升級 黎巴嫩南部距離以色列邊境 只有二十公里的村落 德爾卡農恩納赫遭遇到空襲 由一家四口遭受波及 其中兩歲女嬰Ivana受了嚴重哨傷 因為燒傷嚴重出現了病發症 因此一家人來到貝魯特這家 專門協助燒傷病患的醫院治療 這是一般人們回憶治療消傷病患的中心 全國最嚴重的病患者也會送到這裡 接受治療 經過專業治療 女嬰一周後就可以出院 但這喜訊對Ivana一家而言 仍是像艱巨的挑戰 战事升級後中心的電話從未停過 過去一個月就接受了六十名患者 而大多來自黎巴嫩南部 貝魯特南部性交與東部的貝卡古地等交戰區 但傷亡人數眾多 傷身中性的病床卻只有九張 醫療資源極度不足 過去兩個月 黎巴嫩有超過兩百名孩童喪命 平均每天都有三名孩童遇害 而即使倖存下來 戰火對這些孩子帶來的傷害 恐怕引流下難以抹滅的創傷 公視國際記者陳彥廷 黎巴嫩貝魯特採訪報導 繼續要告訴你 有一架從德國飛到立陶宛的DHL貨機 星期一在機場附近墜毀 有一人死亡三人受傷 目前無法排除恐怖攻擊的可能性 但是也還沒有找到具體的證據 機場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一架飛機在不遠處墜毀 瞬間發生爆炸 火光照亮夜空 還冒出濃濃黑煙 這是一架從德國飛往立陶宛的DHL貨機 當地時間二十五號清晨 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機場附近的住宅區墜毀 造成機場人員一死三傷 入陶宛居 如說說 這附近的地方 還不是那邊有 也不知道 索性沒有造成附近居民傷亡 立陶宛當局表示 目前還沒有跡象或證據指出 這是一起恐怖攻擊 或蓄意破壞行動 但調查過程可能需要至少一周 德國外交部也發聲明表示 當前國際局勢動盪 不排除與近期波羅的海淀 攬被切斷等事件相關 必須查明真相 確認是否為另一起混合襲擊事件 所謂混合襲擊通常用來描述 非常規的軍事策略行為 例如破壞基礎設施 網路攻擊等 自從2022年俄乌戰爭爆發以來 歐洲國家經常使用這個名詞 來形容他們認為莫斯科 針對自身的行動 DHO表示 這架貨機是夥伴航空公司營運 一架機靈三十一年的波音七三七 四七六貨機 在立陶宛緊急降落 德國當局也正在調查 今年集起DHO包裹 暗藏燃燒裝置引發火災的案件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 英國史上最偉大的搖滾樂團 Beatles 最近有新的紀錄片問世 片中首度曝光 當年他們訪問美國 造成轟動的珍貴畫面 現在我們就帶您一起來 來回味這個世界記天團的風采 1964年2月9號 Beatles 首度在美國登臺演出 瘋狂的歌迷追著他們的坐車跑 將華盛頓露天體育場擠爆的場景 如今在新推出的紀錄片首度曝光 催生這部作品的奧斯卡大導演 馬丁·史克西斯難忘當時的情景 比特斯1960年成軍於英國立物浦 誰也沒想到四個大男孩 靠著一系列具有革新色彩的創作 專輯在英國迅速走紅 甚至飄洋過海征服美國流行音樂市場 皮特斯創作要角之一的保羅麥卡尼 在片中套路 巧妙抓住年輕人的羽繪 可能是引領風潮的關鍵 皮特斯在1970年解散各自單飛 後來約翰·蘭農在1980年遭槍擊遇害 喬治哈里森在2001年因肺癌病序 只剩保羅麥卡尼和林哥史達 如今依舊活躍在樂壇 雖然經過了半個多世紀 他們當初前進美國 進而席卷全球的輝航歷史 至今人為人所津津樂道 而他們的樂曲 也將繼續啟發無數的音樂人 故事新聞則會迷別一 現在要再把鏡頭交給P帥 請他來揭曉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非洲是家暴凶殺案情況 最嚴重的地區 去年有21700名女性 被伴侶或親戚等熟人殺害 今天的答案是1 你答對了嗎 好的 謝謝P帥的解答 而以上就是今天的 公視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先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了 我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